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肠的分清碧灼又为脾葬化生气血生清降灼创造了条件 脾主生洗灶勿施斜邪易伤脾阳 小肠主将洗暖勿寒 寒邪易伤小肠的阳气 所以说呢 脾和小肠相互协同关系密切 咱知道就是说从历史上看 小肠经的病和脾经体位的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在这个素问脏气法实论当中 谈到了就是说什么呢 体病者虚择负满 肠明实不化 在张中景的伤寒论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说太阴病 腹满而吐 食不下 自立腎 抑腎 食腹自痛 这些虽然是在说脾病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 小肠受胜异常的病变 所以说呢 小肠经的病 肠是这个两者都可以来治疗的 小肠有寒 则温中气寒 小肠有热 则清肠 蟹脾 这儿 我插一句 就是说这个蟹脾 但是呢 咱单纯从经络上来讲的时候 咱知道 脾经是 只可以补 不可以蟹 那这时候如果蟹脾 咱怎么蟹脾呢 其实上 就是说 胃经上有一个穴位 是可以来蟹的 那就是咱说的 蜂龙穴 当然这是从传统经络穴上来讲了 然后呢 就是小肠吸收 不良 肠明蟹蟹 则健脾 助孕 并 加分 立湿之品 此极立小便 而十大便 致脾 亦致小肠 临床上呢 咱比较常见的就是 腹部 隐痛 洗温 巨暗 不是 洗暗 便躺清晰 胃纳 不佳 此常见的就是咱说的胃 以及十二指肠的溃痒 经常会有这样的症状 然后呢 小肠吸收不佳的病患 辩症呢 他还属于这个脾胃阳虚 可以用黄旗 剑中汤 或者父子里中汤 来治疗 并且你想咱在金贵药略当中 黄土汤 来治 便血 那吴局通认为 分后便血 喷之小肠 含湿 不与分前为大肠 湿热 同科 病因 主要在小肠 但以黄土汤 温 含 涉 这个温脾 涉血 其实则是脾和小肠通 的比较明显的例子 当然大家知道 黄土汤啊 黄土 黄土 咱知道虽然用的是土 但是这个土是什么土呢 这个土是造心土 但是现在的话 已经很少了 因为现在用造的人 已经很少了 所以说 这个方子呢 就是说 如果能找到的话 效果是非常好的 咱针灸呢 常用小肠经上的 腕骨穴来减肥 湿热黄胆 在古书中最常见用 腕骨穴 腕骨穴呢 为小肠经的圆穴 它能解脾尸 董事齐穴当中的肝门穴 也在小肠经上 咱知道 董事齐穴在这儿 肝门 肠门 和心门 它都在小肠经上 然后呢 它也就是 咱 但是刚才说的肝门穴呢 它主要可以用来治疗肝炎 古今中外 不是古今呢 它没有中外 就是古今 咱中国 对肝炎的认识 都是认为 它应该去尸 急性肝炎呢 它主要是 阳黄 主在阳明经 然后慢性肝炎呢 它主要是阴黄 主在太阴经 治疗重点 均在除尸 然后小肠为水分之官 能调整大小便 去尸作用极强 此外 以脾经之阴明泉 治疗肩周炎 疗效也都比较显著 这个呢 主要就是 脾与小肠通的用力 当然了 就是说 现在的话 我每天 就是给大家讲 就是它不同的 脏腹别通的关系 当就是 六次以后 我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脏腹别通关系 全给大家讲完了以后 然后 咱再来举一些 具体的示例 然后给一些 具体的配方 或者给一些 具体的穴位 然后 让大家可以 更便于操作 那 今天呢 咱就讲到这 明天 咱继续 好 拜拜